翻開巨型畫作 精細的工筆 匠心獨造的佛像 吸引眾人目光 這幅聖神日略 它的總長度大概有 將近快十公尺 寬大概有兩公尺 非常的巨幅 非常的震撼 文化藝術也是一種修行 透過這樣的文化藝術 我想更多人能夠得到 心靈上的一些喜敵 繼去年善元 今年再度來到 基隆佛光山極樂寺展出 開幕典禮上貴賓雲集 縱門館內還設有打卡場景 大家能夠利用時間 前來欣賞夏金山大師的 一個這樣的一個畫作 帶給我們心靈很多的正能量 那他對人生的體悟 佛法的體悟 也又透過書法的小品 能夠呈現出來 相信給大家很多的智慧啟發 融合世道如三家等 各系列經典創作 新以民眾駐足欣賞 三三小師的話 事實上可以充滿得喜敵人心 那也讓很多人很喜歡他的佛教的繪畫 平常極樂寺在地方 他的一個扮演的一個角色 就是照顧我們基隆市民的一個心靈 讓我們基隆市民的身心靈都會非常的有福報 從作品中可以看到佛畫與藝術 東方與西方 傳統與現代的融合 未來文物世界歸報 夏金山大師展 即日起展到10月31號 歡迎大家來欣賞這佛化融合中華文化底蘊的大師創作 記者蔡小軍 基隆報導 中華文化 中華文化 中華文化